中天全球現場要來關心的是美國了 這幾天看到這個颶風的影響 紐約NYC就連地鐵呢 就好像是做洪水一樣 其實很多地方都淹水了 更多內容把時間交給若移 好我們來看到這個畫面 是在這個 因為就愛達帶來的暴風呢 在紐約大水沖進了這輛巴士裡頭 地板上全部都是水 所以呢 乘客不得不踩在椅子上頭 那麼 這一名巴士的司機呢 從他的視角這樣子看出去 道路全部變成了一條河流 他冒著隨時都有可能拋錨的風險呢 這個巴士的駕駛他很努力 想辦法讓這些乘客呢 可以安全地越過這一條 像是河流一般的道路 好那麼這也只是 愛達颶風帶來的小小 災情 和紐約這個地方相比呢 其他的地區狀況更加 慘重了 再來看到另外的畫面了 根據CNN的報導呢 紐約市9月1號晚間呢 短短5個小時的降雨量就相當於 5萬座 5萬座 奧運規格的泳池 在5個行政區的降雨量呢 超過了178公里 引發了致命的洪災 而在這紐約當地呢 所有的地鐵線路 幾乎都因為這個洪水停擺了 那另外在這個多年前呢 曾經受到這個卡翠納颶風重創的 露易斯安那州呢 這一回也難逃一劫有數百萬 墨西哥灣沿岸的居民 剛可以看到有人是直接在家門口划船 已經沒有辦法走了 只能用划船的方式 在前面來前進 現在呢 在這個墨西哥延灣的這一些居民呢 是面臨大範圍的停電 而且這個時間呢 恐怕會長達好幾個星期 但是因為最近呢 這個當地有熱浪侵襲 再加上沒有電可用的話呢 民眾的生活肯定不好過了 因此呢 今天美國總統拜登也抵達了 露易斯安那州來勘災 一起來聽拜登怎麼說 再來看到是這個空拍畫面呢 相當相當令人痛心 因為呢 這些原本都是居民們的家 結果現在呢 應該是綠油油的草地的 或是道路的 但是現在全部泥泞一片 因為被這個大水沖刷過了之後呢 現在亂七八糟的 好 颶風艾達侵襲的是美國的東北部 包括了紐約州啦 紐澤西州 還有賓州 馬里蘭州呢 等八個州都造成了影響 那麼根據CNA的最新數據顯示 到目前為止 至少是有五十人因此死亡 在美東時間九月二號的時候呢 白宮市已經宣布了 包括了紐約州 紐澤西州 是已經進入了緊急狀態 會透過這個聯邦政府呢 提供必要的援助 不過另外呢 紐約時報則是指出 今年夏天呢 全美頻頻遭遇天災 因為在這個風災過後 其實 昨天還是有遇上 龍捲風的一個狀況 加上這個森林野火 其實凸顯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 就是對於地球暖化帶來的一些極端氣候 氣候上的變化 美國政府並沒有做好準備 所以氣候專家們就直指喔 政府沒有投入足夠的時間啦 足夠的經費來應對 這些早就可以預料到的氣候衝擊 包括了維護跟強化電線 還有防洪系統啦 清除灌木林來減少野火的程度等等 這些呢政府都沒有做好準備 還有資深的氣候科學家對此就表示 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常到的苦果 好另外一個話題要轉回台灣 看到呢因為最近喔台灣是獲得了立陶宛的允許 將可以設立台灣代表處 結果引發了大陸不滿 因此呢8月10號的時候呢 宣布召回駐立陶宛的大使 而且呢也要求立陶宛也要召回他們的大使 那麼立陶宛駐大陸的大使呢 就是在畫面當中這一位坐在正中間前排這一位女性 他叫做米凱維切涅 當時呢他才從立陶宛返回大陸 所以呢那個時候他就表示了 那在他結束完21天的隔離檢疫期之後呢 他就會離開 如今他的隔離期滿也已經起程 預定呢今天9月4號就會抵達立陶宛了 那麼在他離境之前呢 歐盟各國的駐大陸的大使就趁著他臨走前 和他來會面了也留下了這一張合照 似乎要展現呢這歐洲呢在面對北京施壓的時候 將會團結一致 而對於這個米凱維切涅被召回呢 歐盟駐大陸代表團的副團長何雲騰 就在推特上頭發布了這一張 這個歐盟各國大使跟這個米凱維切涅的這一張合照 他也寫下了推文表示說呢 歐盟的各國駐大陸大使跟這個米凱維切涅會面 表達對他的支持喔 也期待他可以盡快地返回大陸